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光是五六岁的儿童就有八成 所以我们就制作了这部蛀牙维基的动画 并且以此延伸出教材 在这次的创作的过程中 就是有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说像我们平常比较不会的软体 然后在这次老师的教导之后 有变得比较熟练 然后还有在那个作偶 因为我们是用石偶来拍摄 在作偶的部分我们也尝试了很多黏土啊 或是一些比较硬的黏土软的黏土 我们都有试 然后最后是选择用那个树枝图来做 来表达我们的作品 然后还有在那个教台的部分 也是我们有试了很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布 像是布枝布啦或是灯笼布啦 就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细致的材质的布料 然后最后我们是选择用那个花灯布 来呈现我们的牙齿跟牙龈的布料的材质上面 然后里面的材质是用那个比较硬的那个 PU来做 然后在削PU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然后让我们学到说就是一些材质使用的上面 材质使用的部分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加熟练这样 我们的创作美材是利用 就是动画的话我们是品格拍摄 然后就是我们是动画的 我们的猴是用树枝土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先尝试过油土等等 可是发现不好树型就是容易爬掉 所以我们就改成用树枝土让他们参加的牌牌站好 然后牙龈的话我们是用保力龙在上面再布树枝布 然后自己上色 然后再利用蓝眼相机来拍摄我们的动画 然后关于教材的部分我们是先就是想要用 直接用动画然后延伸出教材 所以就直接用他的角色里面有三个牙齿就是直接用动画里的角色去制作 然后在旁边附的那个牙刷牙膏等等 就是用划断板先塑形之后上面包上布树枝布 在这之前我们有尝试过各种的布料 但是就是最后发现布树枝不是比较好 就比较适合那个就是教材的部分 然后在制作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失败过很多次就是尺寸 然后形状很多怪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制作我们的教材 然后在这次制作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许多不同媒材的使用方式 然后再组合 然后认识了许多新的媒材局 就是如何做出适合小孩子的教材 那这一组从一开始在小龙的过程中 他们就藉由一些动画的发想在他们解压的顺序当中呢 就想要开发一些比较有趣跟比较富有趣味性的商品跟教材 来吸引小孩子的注意 因为透过这些有趣的教材 他除了可以将动画呈现给小孩子看之外 他们也可以吸引小孩子来学习如何接压保健 那在一些未来的教具的延伸跟发展 其实都有很多不错的发挥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展方向 那指导这一组注压危机的教具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在那种跑路过程中 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就是 我要跟这一群学生去叙述说 当他们教材设计出来的使用者是老师 所以我必须从我这个老师的角度去告诉他们 教具要怎么使用跟设计是对教师来讲是好使用 而且是容易被接受的 尤其他们的对象又是那么少的小朋友 那所以他们在设计的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要跟他们沟通 使用者的那个使用的观念的这个部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